香港以一個吃粵菜、廣府菜 這麼重要、這麼有名的地方 海鮮來說, 吃魚一定是手屈一指 魚的鮮和滑是用蒸這種方法 才能吃到它的滋味 說到吃蒸魚, 香港是出色的 而且配搭是非常多的 如果以我個人來說, 我當然吃得很熱 我們養魚, 我們很少吃東西 其實吃海魚不是說價錢 說你有緣分吃到海魚 這才是最重要 其實什麼是本灣魚 本灣是香港水域的本灣 本灣的魚, 由你大漁國國家運來 始終沒有像本地的魚那麼好吃 我們本灣魚一拿回來, 馬上放冰 冰得最漂亮 在大漁國國家運來, 那些很漂亮 那些雪一天又漂亮 不知道三天又不知道多久 不知道雪了多久 不知道雪了多久 在這個豬江河大 但是那些魚一邊少 少了 少了 少了, 所以有緣狀 這些人在頭上是精靈 是 這個辦法拿不到, 其他辦法拿到 以前的人不是這樣的 我只拿馬油就拿馬油 有其他魚也不拿, 不足 以前有很多魚 吃完了, 想留下明天吃 我只是熱一下, 放在時間床 放在時間床? 是的 其實所有漁民都會認識嗎? 大家都認識 一夜情就是這些 一夜情是嗎? 麻油一夜情 麻油一夜情 是的 我第一次在棚屋吃 麻油一夜情 是的 我不客氣了 吃吧… 嘗嘗的味道 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這種熱法很鮮 這個…我都說了 莊鴨的魚不是很漂亮嗎? 真的很好吃… 你拿魚, 馬油吃了 吃了, 有一碗糠的味道 有一碗糠的味道, 有一碗糠的 肉的味道就不可以 沒有魚香味 沒了魚香味 你太公就是漁民 是的 你就是阿爺漁民 是的 以前這裡全盛時期有多少艘船 一千多艘船 千多艘船 現在呢? 現在沒有, 只剩下幾隻 只剩下幾隻, 只剩下幾隻 我們以前幾個字出去 就捉到魚了, 很多魚了 我們做了幾十年生魚 拿魚, 拿了幾十年 都比年年少年年少 你要搶先貨 一定要讓人們早到村 可以拿到好東西 有時候魚欄看船多少點埋岸 晚上十二點多鐘也有 三、四點也有 所以你一收到艇船的電話 你們要馬上來 時間的東西沒有限制 你說什麼時候來, 我就什麼時候來選 總之一定要讓人快捕 他說開口 開口後開口後就用了 這些馬油就有… 香港, 全香港本身 香港兒童市有七個市場 現在我最主要的就是香港人 長山環, 修基灣, 青山環 現在市場變成了 跟以前的營前不同 以前七、八十年最好 前輩很容易, 百分之百 攪拌也很容易 對, 還要 煮食哪種魚、清蒸是最適合的 你覺得 魚、清蒸是碼頭 如果是碼油呢? 碼油, 碼油有一條很大條 這些碼油跟寶媽的碼油 相差很大 因為水質的問題, 地方不好 其實海宇是客人經常渴求 但是可能問三至五次才有一次 其實現實上是很難的 我需要以一個餐廳的主理人來說 需要去找不同類型的魚種 給我們的朋友和客人 其實要拿一條美鳥 也不容易 關係, 你一直做 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如果你沒有做到 想拿一條美鳥 真是難過登天 那條美鳥的背後 有魚欄對你的信任 有客人對你的信任 最重要是百樂 你找到一條美鳥的百樂 這就最重要了 輝哥 有甚麼需要 蜘蛛有甚麼好東西 你想找甚麼 叫純海魚, 漂亮的那隻 這幾隻 這幾隻? 今天有很多魚花嗎 一般, 現在很淡 以前我們主要都是吃本灣的魚 十多二十年前 我還沒入行, 聽前輩說 魚貨是比較豐盛的 例如要吃海洪斑 荒里海的野生 都會偶爾找到 但是大家的消費力也強了 吃得多了 其實他們已經接近一部分是絕種 尤其是香港這麼繁盛的社區 大家都上了岸, 上了樓 沒有人再遠出去, 捱風捱浪 所以本灣的產魚糧 我估計是比以前, 十分之一也沒有 我估計 花得多不多嗎?瓜子 不多, 也不多 都是這兩條嗎? 是的 真是緣分, 說牠吃到, 幸好 好, 沒錯 其實找到一條漂亮的魚 已經很難得了 其實海魚很矜貴 你真的要找這些工具 去養著魚才行 我的目的就是讓魚 讓人家看到是生的 而蒸的時候, 我們先去湯魚 這條魚的狀態是最合適的 要不是, 為何要吃海魚? 為何要吃生的海魚? 那我為何要吃丁鮮魚? 是, 吃魚 風衣竹吃, 有魚有肉 一個是華人、廣東人的觀念 要吃一頓好飯 就算是家常或是宴吃 吃魚也很重要… 蒸魚是我們會拿的蒸池油 蒸池油其實是我們煉了的雞油 跟紹興酒混在一起 雞油令魚蒸出來更加雪白和滑 紹興酒就是畢腥的作用 我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會做到這個效果 接著到蒸魚豉油 蒸魚豉油, 我用豬肉水 熬一個湯底 因為魚本身屬於瘦身 沒有肉的香味 我只靠豬肉水去彌補肉的香味 加進豉油裡, 令豉油更加有層次 我這次用的豉油裡面有四種 每一種豉油都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生抽有鮮味 老抽有色澤 日本豉油有膠度 另外還有我加了木魚花水 加一點味道, 鮮味當初出生 師傅, 辛苦你了 別客氣 這條是海鴻瓜子 對, 這條是我今早特意去找的 海鴻瓜子 很沙漫 當魚回來的時候 我們重量不要害怕 如果魚跳到有點白痴 那就很難處理 我們重量令魚平靜一點 如果在我的心得來說 我會鋪一塊綠色的布 或者沒有布的時候 我會給一些菜葉掩著魚的眼睛 讓它平復了 然後我們才慢慢去剖 為何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條魚掙扎 它會分解一些不好的物質 去影響到條魚的肉質 另外, 如果我們常見的方法 用把刀去拍條魚的話 條魚的肉就會很緊實 蒸出來就不是那種很亂滑 最高的那種境界 對, 接著我們剖完這條魚 你看這條魚也很英俊 接著我們就開始去片條魚 和去插條魚 你片條魚不會怕魚油和魚的鮮味 全都走出來嗎 不會, 因為其實第一 我們今天要用最快的速度去蒸 我們蒸這條魚七分鐘 其實七分鐘就剛熟 就未到它熔油的階段 這次我特別用一把剪刀 和去插一條魚 我們要把剪刀橫移進去 那些火會更加容易 更快灌進魚 令魚可以在外面和外面熟的時間 達至最快一致 我們老師傅也會有一點相似 但是師傅的手起刀來 是很乾淨的 所以這個做法 令魚應該更好吃 好, 師傅, 這個是什麼? 是呀, 其實我們蒸魚 有蒸以前的油和蒸後的油 蒸之前倒些油? 是呀 我曾幾何時聽過別人用油 去保住魚的新鮮度 但蒸之前再用蒸前油 我第一次聽 其實熊瓜子的特別之處 就是肉質很細嫩 但它也有一個難以控制的地方 就是熊瓜子 如果我們這樣蒸過濃 魚就會走光了 蒸魚是一個很專心的東西 一定要很全程投入 基本上我們蒸魚的時候 都不會做其他事情 只會準備餵條魚做事 蒸後油其實是一碗花生油 我們經過洋蔥、光蔥提煉一碗油 有本身的香味在這裡 我們把它燒到最滾的溫度 一定是超過120度以上 然後我們再配合蔥絲 趁那個時候 剛才淋上去就會把蔥絲的發揮效果 做到最好 而且在我們淋油的時候 有一點要注意 記得淋點蔥 因為我們要那種蔥香味 淋到魚上 這個效果才是最好正宗的 很滑 對, 腩位很柔軟 一點也不硬 它每一口肉 都有一些黏黏黏的骨膠 原來有漿厚的感覺 我今天看到你又插, 又開刀 但是魚味沒有走過 也很鮮味, 而且很滑 例如蒸七至八分鐘 其實魚不會走魚油 你吃到那種滑, 其實是一種骨膠原 這是魚生鮮 還有魚油的質素才能做到 我有時覺得桂花魚的魚皮 已經挺香 本身的魚皮很香 這條也有, 我覺得很匪夷所思 因為海魚真的有獨特的天然環境 令皮下脂肪特別厚 所以魚皮會特別蒸出來 你會吃到很滑的效果 我覺得除了魚之外 豉油也是一個蒸水 因為有時吃蒸魚 也想蒸魚豉油混合飯 這個豉油一流, 不鹹 因為我很怕豉油很鹹 又會搶好魚的味道 這個真的很平衡 因為你越加得多 其實你會影響魚的鮮味 我覺得魚所有的食物 都是一個很完美的配搭